从这次打比赛换了XQ之后 可能接下来如果再让我去打美式的话 我会选择XQ了 那我们刚刚讲到中式你现在是用CQ比较多 那如果说你今天比赛的话 或者平时有美式的一些需要打的话 美式你平时有什么潜质 现在美式其实我有一只老潜贴是95 那之前只是我一直留着 那我比赛的话可能偶尔会去尝试用一下它 但是其实现在可能换了XQ之后 自从这次打比赛换了XQ之后 可能接下来如果再让我去打美式的话 我会选择XQ了 因为它比95相对细一点点 然后因为平时打CQ比较多了之后 觉得95偏粗了一点点 如果是打XQ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合适 而且我感觉XQ的打感跟95相对还是比较接近的 虽然它细一点点但是稳定性还是很好 那XQ的话就是比较传统打美式 是不是它前置比较粗 在加赛上面会不会不是那么容易掌控 95的话会不一样了 95确实是不一样 但是95因为这几年打中式之后 基本上也很少再打了 你说跟CQ跟XQ比的话 什么感觉的话问题还真不好怎么说的 怎么说可能说它的尾数会更差一点 对XQ尾数会更好一点 对对对 其他方面的话 但是它颤动会比CQ和XQ多一点点 颤动上的 那时候我刚好跟人哥在聊的时候 他说你特别选的是XQ里面算比较弹的是吧 我的那支XQ相对比 不是我那支CQ的话相对比较弹 CQ也比较弹 CQ比较弹 但是我是习惯用比较弹的杆子 然后我的皮头比较硬 后把比较硬 那你现在用皮头也是人干皮头吗 嗯不是我现在用的是卡姆 哦我用卡姆 那么多年都习惯了 对老卡姆 我打了十年了 习惯了 粉丝朋友们想要和我跟人哥深度链接的 赶紧加入我们的人干粉丝群